我現在在江河小港機場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要搭飛機去 陳田機場 也就是日本 就是去日本其實有兩個目的 一個目的是 觀光嘛 就是很明顯的 然後第二個目的就是 我們去想要辦了一個 類似當地生活體驗的 類似營隊的東西 然後 我們要去仙台 的一個叫做南山路的地方 Mine Misan Riku 也就是之前 2011年的那個海嘯 311海嘯 衝擊到了 首帕的地方 就在海邊那邊 他們那時候一度被摧毀 但是 之後 又有重建這樣子 我們這次去就是看一個 他們重建之後的景象 跟 做一個文化交流 這次我們就會去那邊 兩個禮拜左右 就他們市民的家中 然後體驗一些上門 他們還有包括有日課 可以上的這樣 我真的超期待這次的旅程 希望有很多 好的回憶 包括 還有用這個 Otomo Pocket 可以拍一些素材 我很期待這樣 好 現在在 廁所 現在不太近 這次我買 JR Paz 我買的是東北 也就是說 我可以從東京一直到 就是我今天就要去的目的地點 來清晨 到一些地方都可以搭 性感性的 無限搭這樣 五天吧 好 總之我現在差不多要去搭那個 快速列車 1 2 2 2 3 好啦 終於現在到了這個東京車站了 我剛剛從後面那邊 自討快線的地方走過來 就馬上到了這個恒大的 就是 張電街 然後現在就 等下要搭半個小時之後要搭 新幹線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前面這邊 前面這邊就是一個 非常大的廣場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店吧 非常多 好玩的地方 我們就這種小店 超大的 我們現在就去找一個 新幹線的地方 希望可以順利找到 待會見 掰掰 現在要搭車 從新競爭彈到競爭彈 我後面超冷 43度 所以我現在要搭這輛車上去 哇 倒好像有雪的樣子 在那邊 打跳上去快點死 不錯啊 這根本就不是下這麼小雪 也不是有一點冷氣 所以 就是下大雪 剛剛那個雪花 就用噴追過來 在地上 不然萬一看 然後我現在要走去旅館 我這個路上超滑 我還有後站走 就是明日前站 就要進了 後站走 然後現在辛苦了要死 唉 我靠那麼多雪 真的很開心 就是 感覺會激動高的雪 謝謝 哈囉 把心理放到旅館之後呢 就要跑出來了 就是剛剛下了太大的雪 我實在是 我實在是 我實在是冷到不行 現在還是 就是想說出來吃個飯 然後就穿很薄薄的一件 然後就套這個 套頭式圍巾 這圍巾超溫暖 但是 還是超冷 快八點半 然後吃一些 熱的東西 例如說烏龍麵之類的 就是 青森的市中心這樣子 尤其它不算太大 這個青森是 在 呃 沒有到下面 等於說是套到最上面 雖然說不大 但是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看 很多東西也很漂亮 所以 我當然會找的東西 經理吃 諾車 我們回班前休息吧 我現在終於回到旅館 愛念的坐下來了 就是 剛剛 我每次去外面吃飯嘛 結果後來 繞了繞了 發現還是沒有什麼好吃 我就去 下面的便利商店 買了 一個泡麵跟 一份雞塊 雞塊喔 這個雞塊真的超好吃的 這個泡麵這樣子 欸 這樣不錯 我還買了這個 原來蛋糕 嗯 哇 雞塊味道超香的 我不是在想吃 但是 但是之前呢 我想 不過先把那個 外面的水 煮一下 但是我 因為那個 旅館的這個水 我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喝 所以我就要去 買外面的時候 所以買了一個 水 對 我原本以為它是水 因為它居然是 嗯 那個 桃子汁 然後 就是 剛打開一喝 超傻眼 不過幸好那個旅館有附一瓶水喔 所以 一瓶水應該夠吧 嗯 嗯 這個味道其實還不錯耶 就是 桃子味 雖然說它是透明的 嗯 好吧 然後想 今天的Vlog會這樣嗎 如果喜歡我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訂閱給喜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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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次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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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次見